在哈馬斯領導人辛瓦爾被以色列軍隊打死之後 以色列和美西方國家紛紛表態 說 辛瓦爾之死為加沙停火帶來了機會 因為是鷹派 死了有機會和談 也有分析人士指出 儘管以色列方面 將辛瓦爾之死 稱作重要的時刻 但是這樣是 不意味著 加沙衝突會結束 中東地區的局勢將會繼續動盪 在辛瓦爾的死訊公佈之後 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 就說這個雖然不是加沙衝突的結束 但是就是開啟了結束的 聚魔 Beginning of the end 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18號就說 辛瓦爾之死 是消除了一個巨大的障礙 為實現加沙停火創造了機會 奧斯丁的看法 奧斯丁還敦促希望以色列 哈馬斯 和黎巴亂真主黨能夠抓住這個機會 去和談 這是奧斯丁美國國防部長的看法 他老闆 正在德國進行訪問的美國總統拜登 當日也說 辛瓦爾之死 是尋求和平之路的機會 似乎根據美國的情報和判斷 無論拜登和奧斯丁都認為 辛瓦爾之死是有助 談判 有機會可以停火 對此有一些以色列的媒體 就這樣說 辛瓦爾身亡之後 加沙地大的衝突 幾乎 是沒有 緩和的跡象 看下去現在 這個媒體說到 只要那些被扣押的人員 人質還沒有獲釋的話 以色列就有理由繼續 在加沙地大展開軍事行動 一位以色列的政治分析人士指出 辛瓦爾之死是有助於 以色列總理內塔尼雅湖 鞏固他自己的政治地位 但是 內塔尼雅湖仍然是面臨 在以色列執政聯盟之中 極右翼勢力的施壓 這些極右翼勢力 要求以色列 在加沙地大實現所謂的 全面勝利 而並非 通過談判去實現停火 根據他們分析 以色列的極右翼根本沒有興趣停火 沒有跟你談判 他就要全面勝利 打到完全消滅為止 以色列一位前的政府顧問 叫做萊維 18日表示 殺死辛瓦爾 不會結束 巴勒斯坦對以色列壓迫的抵抗 巴勒斯坦人仍然會反抗壓迫 以色列總理內塔 尼亞胡認為 現在可以重建一個 在以色列霸權之下的中東 巴勒斯坦人的抵抗運動 不會因為 辛瓦爾的死亡 而停止 這是來圍的看法 另外美國政策研究所一位研究員 本尼斯就認為 一直以來 其實也有實現加沙停火的途徑 要停火其實是有途徑的 一直都有 不是現在才有 根據本尼斯說 而他怎麼說呢 他就說這個途徑 必須要從美國 停止向以色列提供武器開始 有途徑 但是那個鎖匙 在美國那裏 美國的鎖匙是做甚麼呢 就是關了水喉 不讓 武器供應給以色列 這樣就有和平 這是本尼斯的看法 本尼斯認為因為正正是美國持續供應武器 才使得衝突一直可以延宕 一直打下去 另外 除了這位美國政策研究所研究員之外 卡塔爾半島電視台 一位職員 比沙拉也持相同的看法 比沙拉就認為 在美國無條件的支持之下 包括軍事 包括財政 外交等各方面的支持 令到內塔尼亞胡政府認為 他們可以 以去年10月7日發生的事故作為一個藉口 繼續摧毀袈裟的一切 去佔領約旦河西岸 破壞和摧毀黎巴亂很大一部份的地區 甚至 直接和中東地區一些其他國家 不知會不會是伊朗、敘利亞 發生衝突 這個 根據這位 半島 電視台 比沙拉認為 我剛才說的上述的事情 正正就是現在 以色列 內塔尼亞胡政府 他們的想法 而內塔尼亞胡政府 或是以色列的一些英派人士 他們最不關心的是甚麼事呢 反而是以色列現在被扣押的人 根本沒有在他們的考慮範圍之內 這是比沙拉的看法 目前 以色列陷入了 加沙地帶 約旦河西岸 黎巴嫩 敘利亞 伊拉克 也門 以及伊朗 一共七條的戰線 和七個 團體或是七個地方 正在開戰 七條戰線 正在打以色列 有多家的阿拉伯媒體致出 以色列後續 可能會面臨仇家太多 很可能會面臨哈馬斯 或者他的地區盟友 包括真主黨 也門胡塞組織 一些 報復的襲擊 以色列覺得很容易受到報復 從而 他報復當然會復仇 所以就是一個惡性循環 從而導致中東的地區局勢 會進一步惡化 我講到這就是第一個題目 這一節的第一題 第二個角度我想說伊朗 大家萬眾期待 在11月5日美國大選之前 以色列究竟會怎樣報復伊朗 他要報復他 會不會炸他核設施 石油設施 打他什麼 大家在看 在這個情況之下 伊朗究竟是在做什麼 在10月18日 伊朗的外交部長 阿拉格齊 他去了土耳其訪問 自從去年10月 巴爾衝突爆發以來 土耳其 是中東地區 的國家當中 是對以色列最強硬最反感 最強硬立場的國家之一 其中一個大國就是 土耳其 伊朗不用說 另一個就是土耳其 土耳其的總統 你沒有武器就大家不要打 呼籲聯合國禁運武器給以色列 就說這樣是壓制以色列進一步侵略的重要措施 並且強調 土耳其將會繼續在國際社會 為這件事繼續呼籲 專家認為 伊朗的外長現在訪問土耳其 是有兩層的含意 第一個含意 就是要凝聚雙方的共識 第二個就是要通過土耳其 向全世界或各方傳遞一些訊息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中東所副所長 秦天認為 土耳其和伊朗 是在中東 在國家行為體層面 反對以色列最強烈的兩個國家 在中東就是土耳其和伊朗 是兩個國家 最強烈反對以色列的 為甚麼國家行為體層面呢 因為我們要注意哈馬斯、真主黨、胡塞武裝 這些通通不是國家 是組織 如果說到國家就是伊朗和土耳其 是地區的大國 而這兩個國家都是 反以色列方面是 立場最硬的 這兩個國家 現在這兩個最硬最大的地區國家 進行外交的溝通 顯然是要繼續 擴大這兩國之間行動的聲勢 進一步協調 未來 無論是在外交 或者是近實質性 可能是指軍事 這方面的一些舉措 也不一定 實質性也不一定是軍事 因為軍事很複雜 因為我們不要忘記 土耳其是 北約的國家 另外一方面 伊朗外長 在這次訪問土耳其 亦都體重了土耳其 在國際社會的影響力 包括 土耳其是北約的成員 他跟歐洲很多國家的關係都是不錯的 土耳其 所以伊朗外長訪問土耳其 其實亦都是希望 借助土耳其的優勢向各方面或全世界 傳遞一些信息的意圖 秦天認為 伊朗外長近期 密集地訪問地區的國家 密集地去的 這是在最大程度上 要凝聚相關國家的共識 地區的國家 想取得共識 一方面一起支持 巴勒斯坦 他的源頭是支持巴勒斯坦 同時亦都是要應對以色列的威脅 秦天認為伊朗 展開了密集的公關活動 很多國家訪問 要在巴爾衝突不斷延盪升級的背景之下 希望是拉近地區大國之間的關係 首先要串連起來 阿拉伯世界 想 營造一個共識 底線在哪裏 另外一個伊朗的目標 正如剛才說過有兩個目標 其中一個目標 另外一個目標是要阻止以色列的報復 地區國家 在伊朗和以色列之間的衝突問題上 是不願意看到升級的 其他附近的鄰國 當然不想 埃及約旦 沙特 兩個大國在打仗 尤其是伊朗也是很大的 當然是有可能外日 或者波及 其他鄰國 無論他們是不想看到 這些地區的國家也不想看到 以色列打擊伊朗的石油措施 或者是核的設施 無論打擊這些都一定是有外日的影響 對國際無論是油價、韓導彈都會有影響 這一次 伊朗對地區國家進行的公關外交互動 實際上也是 在傳遞伊朗的一個訊息 然後秦天認為是甚麼訊息 其實伊朗是反對局勢升級的一個訊號 他周圍要凝聚實力 去解釋伊朗的立場 如果想跟他打的話 就免得談 但是他也是一個目的 其實想傳遞一個訊息 伊朗本身是不想局勢升級的 在這裡停了就算了 沒有想著 在中東地區 打一個全面的戰爭 但是如果以色列 在美國的支持之下 逼得過來 當然伊朗唯有 沒有奉陪 沒有其他選擇 大家好 巴士的部除了在YouTube有視頻之外 在另一個平台石樓台 都有視頻看的 石樓台有很多獨家內容 例如是財經類別 有六宇人金融HiT 和上風的投資攻略 製作內容 需要投入很多資源 希望你都支持巴士的部 訂閱石樓台 有你的支持 我們才可以繼續製作更多的節目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